真的性价比很合适 16块钱一碗 凉菜随便拼15块钱一份 这30块钱你吃饱饱的 吃不饱没事 面跟卤都能去 尝一口 太阳探店今天吃面 今天我们来的是房山 混合春面馆 京城特色鹿角面 全北京市有两间鹿角面 比较出名的 一间我们已经去过了德华居 之前是北京市排名第一的 打卤面德华居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 菜的味道都呼在一起的 然后还有一家 叫他们家 混合春酱油串鹿角面 据说特别火 咱到底怎么样 咱们就尝一尝 这是他们家特别厉害的 说什么木糖醇炸鸽子 反正这么大一盘 20多块钱 我看每桌都有 然后 这个就不多见了 原来的清水炖豆腐 这个是好久没吃了 然后摄影小妹的 耳朵口条拼盘 48这个量 不算多 然后这个还可以 38会年饭是烧鸡 面先煮的 咱先尝尝烧鸡 有一种熏酱的味道 然后非常入味 鸡应该是这种酸黄鸡 吃起来非常弹 好吃到什么程度 好吃到就想吃蒜 这些蒜果太火了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感受等味了 你知道吗 来了以后还等了十几桌 而且全是周边的人来吃 是因为它面真的不过瘾 你看现在蒙口还在等味呢 就全是周边的人来吃 真的不贵 16块钱一盘 无限续卤续面 16块钱啊 这也算是比较正宗打卤面 但是是肉末卤 肉片卤 它这个鹿角菜的量子够大 西红柿鸡蛋 尝尝吧 尝尝尝就是肉鸡蛋 还有炸过花椒油的那个香味 这才是应该有的大鲁面的味道 肉香味 鸡蛋的香味 然后还有那种炸过的花椒的香味 南北鹿角面啊 北边那家真的不行 南边那家火成这样你就不想想为啥 还天天在那吹说你认识这个认识那个 谁来谁上去这吃点 为啥都干到大排档里头了 人家这个 这么火门口 现在就好多了 门口刚才来根本就没地停车 然后现在基本上饭点一过全没了车 都是大老远开过来吃的 全是酱货 猪耳朵加口条 不难吃家里的味道 我哪有这样叫这味儿 清汤炖老豆腐 卤水豆腐的那种豆腥味 好闻 哇 就不知道它炖了多久 但是里头是有那种缝隙的 然后这个孔隙里头吸满了这个肉汤的汤汁 哇 好鲜 咬在嘴里汁水横流 这点太厉害了 木唐醇炸鸽 这跟北京原来那种炸鸽不一样 我觉得这像一种淀粉皮似的 给我加点面 很久很久了 在外面吃大鲁面没有要过第二碗了 这真好吃 这个可就比较爽了 吃两碗面就给了一碗的钱 我看其实好多的都在炸 我们已经吃完了 人也下去了 现在比较安静了 可总评一下吧 我觉得这家真的是值得来 我们这拍了四年的美食节目 吃了面条也吃了不少了 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就是整个鹿角菜配酱油串的口感太强了 就是它给你的味觉冲击 跟嗅觉冲击就非常强 我觉得这个要比别的店强多了 吃到现在这么多长时间的面 有两家记住 一个老拔起来那江湖村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家这个 混合春鹿角菜面 吃完他们家再想想当时去德华居吃那个 就是 莫名的失落 你知道吧 就明明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东西 一直把它做成这个 就虽然两家方式不同 那家是比较偏打骨面那种 他们家这个基本就是偏酱油村 你知道吧 就是酱油滑椒油鸡蛋一炸 各种东西香味一出来 然后拌成那个碎的鹿角 然后一吃 太爽了 还有这个豆腐 这是新的啊 打包的 这个清水豆腐 也是门头沟特别有名的 一家做豆腐的店 专门给他们供的 有机会我想去拍摆这个豆腐店去 这个豆腐紧实 但是中间还有很多孔隙 你配上它这个汤 整个这个汤汁都是能吸到这个豆腐里头的 所以吃起来又香又嫩 水分充足 而且这豆腐巨便 22块钱一份 这种瘦压多少钱啊 被老板认出来了 然后打了个折 一共180 其实应该是200兆 我觉得最值的还是面 面是16 而且无限蓄 对吧 不光是蓄面 卤都可以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是喜欢吃面 或者喜欢吃这种酱油摊口味的 一定要来试试 这家就不是说你住的近来了 就是你住多远 我觉得来这吃这个 你都不会亏的 就这个面加豆腐 对吧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集太阳亮点 我吃了 你吃了 这期视频播完了